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勉强去爱你 终于让自己坠落不低 出了什么错 爱让人忧愁 谁能回答到底值得不值得 出了什么错 爱变得沉默 再多理由 说了又能怎么做 出的是我那又如何唱伤心的歌 不怕谁会看出我的脆弱 唱的是我那又如何痛不必多说 虽然累了我还要选择 出的是我那又如何唱伤心的歌 不怕谁会看出我的脆弱 不怕谁会看出我的脆弱 唱的是我那又如何痛不必多说 虽然累了我还要选择 作词 推荐 今天 这是我 因为 Mickey 黄 欢迎 香港 来 琪 先走点 莫非把药给喝了吧 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你好 你不要好坏不分 你害得我身败名裂 重叛轻人 你还说你对我好 我要不把你害得身败名裂 你哪看得清楚柳白银跟江新月的真面吗 他们都是只能够欢乐 不能够患难的人 一旦你倒了没 柳白银的疫情也就成了落解下势 江新月的爱情也就成了怀疑猜忌 这些都是你挑拨的记忆 真正的情意倒是任如范草 金若磐石 怎么挑拨都不会改变 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柳白银跟江新月 都不是真正董秦毅的人 那他就像你这样才叫董秦毅吗 那当然 你现在应该知道 被心爱的人怨愤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了吧 我为了要让你认清这一切 我甚至可以承受你的唾弃 跟怨愤的痛苦 难道连这一点都不能感动你吗 你都把我害成这样子 你还要我感动吗 我能把你失去的一切再还给你 我才会这么做 拜托你告诉我 你是谁啊 我为了你 才活到现在 你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我吗 想不起你 请你不要再折磨我 好吗 你别急 你别急 我给你个提示 你看 这石头 这只是很普通的石头 不 你骗人 你说它是幸运石 幸运石 会议 想起哪 我安装 还不回家 你看看你的手 冻得又红又僵了 走 我送你回去 不 爸没卖完 我不敢回家 这花我买了 你回去吧 不 大哥哥 我不要你的钱 让我跟你走吧 不可以 这些钱 够把我买下来了 大哥哥 让我跟你走吧 大哥哥要看病去 大哥哥还要 小妹妹 大哥哥的病会度给你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带你走 小妹妹 你看 这里的风沙这么大 就有这么的冷 你在这儿会冻死的 快回家去吧 我这么晚回家 结果会比死还可怕 小妹妹 你看 这儿有一颗幸运石 看起来跟普通石头没什么两样 传说啊 这幸运石啊 只有寻找到自己的主人的时候 它才会突然的发光 刚才我就是看到这儿有一道奇怪的光一闪 我就急忙下车到你这儿来 发现你了 那么你就是幸运石的主人了 我呢 我呢 现在呢 就把这幸运石 送给你 这幸运石会给你带来好运的 将来无论如何 你都要勇敢坚强活下去 因为最痛苦的时候你已经过去了 接着来的呢 就是好运气啊 降临在你的身上了 当初我给你银子 这次经历你好好活下去 那是很平常的信下仗义之事 我根本没有放在信上 可是我却忘了一辈子 而且还迟迟等着跟你重逢的一天 你对我有情有义 我怎么会害你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 都是在做害我的事 我可以加倍偿还 你所失去的一切 怎么还 我知道谁是真正的血芙蓉 还握有克制芙蓉精的碎星红 我可以扭转乾坤 可以把你从寒冤墨白的阶下求 翻身变成横挑强梁的大英雄 所以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马上举发这一切的阴谋 什么条件 我要你真心喜欢我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根本就没有办法让我真心的喜欢你 那么 虚情假意也好 为什么虚情假意也好 你不要再问了 因为我这 我早就不配得到真情真意 为什么你不配 你不要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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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 对不起 大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遗 你拼在我身上的皮肤 扭着你身体不挺 扭着药草的香味 让我们回到那寒冷的夜里 我还是个快要冻死的小女孩 也只有你为我种族 也只有你还珍惜我 一个早就被世人遗忘的小女孩 段明珠 我根本就不记得 那还能夜晚的小女孩 我的所见所闻 都是你欺骗刘白银的感情 挑拨江心里的信任 害死的宋王来的母桃 除非你让宋王来死的福生 或者我们之间根本就面谈 莫飞 你不要逼我 用最后的手段来占有你 什么叫最后的手段 那就是用芙蓉金 用芙蓉金来控制你 这也就是我为非作戴的动机 都是你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要得到你 你不可以无可救药 是 我是无可救药 我什么都豁出去了 我什么都不管了 我恨你 你听清楚 我好高兴 我好喜欢 我能当你最爱的女人 可以当你最恨的女人 有何不可 只要能够在你心里 占有一席之地 我就有说不出的开心 你根本就不正常 你根本就疯了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 你为江新月痛苦心碎 是一种快乐 难道就不疯狂 既然你那么犯贱 那你就等着瞧 看我怎么毁掉柳白印 再毁掉江新月 我会让你快乐的不得了 我会让你快乐的不得了 我到江边去捞 这么晚了你到江边去做什么 捞江新月 你为什么要捞江新月 因为我是狗 天狗要吃月 他捞都不让你捞 还让你吃 不准我吃 你吃不吃 老江新月给我吃 没有骗我 以狗的名誉发誓 你吃不吃 好 我吃 以疯子的名誉发誓 不肯吃的是人 好 不肯吃的是人 什么跟什么 真是 开了 乐乐 来 吃药 早点睡 伤才好得快 来 莫莫非叔叔最近在忙什么 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 你要是那么想他 那你就早点好 好去看他 可是 莫非叔叔要知道我受伤了 他非也飞过来了 他是不是病又重了 别胡思乱想 来 吃药 莫莫非叔叔 我身子快好了 明天咱们能上山庄和佳姨会合吗 你就不怕狗爷爷一个人寂寞 莫莫叔叔 狗爷爷最近常常瞎整你 你一点都不觉得痛苦吗 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了 我听说 他给你泡了哑巴茶让你喝 还有活死人汤 又给你泡了药子 你现在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没什么感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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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事了 没事 你就早点睡 来 再喝一口 早点睡 莫莫叔叔 帮我针包 什么 什么针包 你转过身来 莫莫叔叔 这针呢 插在屁股上不疼啊 不知道 这针包啊 这针包啊 哪能放在椅子上呢 应该放在桌子上 他才坐不上了 知道吗 真不疼 快到封锁了 他在的区别 这针包啊 还拿下来 你一定喝了 你吗 怎么能放在桌子上 我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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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喝了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妙了 芙蓉竟已經練好了 明珠 明珠 你知道今天什麼日子嗎 明珠 明珠 有人在吗 梅老前辈在吗 望来 你是人还是鬼啊 你说呢 你的脚弱地 你见过鬼吗 你怎么肯定 鬼的脚一定不沾地呢 可惜 我 别过来 休想吓唬我 我吓唬你 你是不是要我把那些死在雪芙蓉手上的人都请出来 给你索命啊 他们不是我一个人杀的 段明珠 只要你乖乖认罪招供 阎王那儿我去跟你说情 从轻量刑 否则上刀身下牛锅都有你的份 你以为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 其实雪芙蓉就是你和陆天红两个人 对不对 他在人前的时候由我扮演 我在人前的时候由他扮演 其实 我们彼此互相掩护身份 听说那天雪芙蓉胸膛中箭 你们两个人均在现场 那么到底是谁发的案件 陆天红早就布下机关 等蜡烛烧断麻绳 牵动饥荒 射出案件 他在假装中箭 其实 他身上穿有护甲 根本不会受伤 陆天红 炎制芙蓉精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 他阴险狡诈 他根本不会告诉我的 那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么多的民医 鹅府荣哥来源 完全靠进口 配鹅有信 不偷不强 根本不够 那何必要赶尽杀绝 来杀死那些姑娘 凌迟而死 陆天红 他本来就恨女人 我问到什么 你都推到陆天红那儿 你想呼唠我 宋王来 你的死 是一个意外 如果你要索命 找陆天红也好 柳白衣也罢 不要来找我 我根本不知道 他们杀人的动机 你让我放过你 可以 不过 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 查出陆天红犯案的动机 背后的阴谋 宋叔叔 宋叔叔 你这谁说话呢 嫁宜呢 王来叔叔 你手上怎么全是血呀 疼不疼啊 你这儿失去知觉 太危险了 宋王来 你没死 你只是暂时失去知觉 段阿姨 你是代替家姨来看望我的吗 乐乐 你先回屋去 先回去 那你先去 那你先去 先去 宋王来 你好啊 你一下子变哑了 一下子变死人 当然可以一下子变鬼了 请问你接下来还想变什么 那个 接下来我 我能把神医眉峰变出来 你还想戏弄我 我没捉弄你 放开我 你不能放他 他是陆天红造反的人证 你怎么把他给放了 因为他是条母狗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人骂母狗 我不在乎 他明明是个人 你干嘛说他是母狗呢 他不但是母狗 还是笨狗中的笨狗 所以才拼着人皮 人不人狗不狗 那照你的说法 他本来还是个好东西 不是坏东西 不是 可是他再不走 就快变成死东西了 我说大明珠 你好像忘了今天是月圆 你别走 他是非常重要的人证 所以他不能死咯 这 他好端端的怎么会死呢 他再不走就会死 你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呢 终于给我 终于给我找到了 终于给我找到了 不要听 再走 柜 好 就叫大家 晓晓鱼 知道吗 他是 attaches 不说 我告诉你 你要说不出合理的典故 我 打死我都不吃 这种癞蛤蟆只有在月圆之日 才会出现在江新对着月亮 所以叫江新月 这么丑的蝉蜀 你也配称江新月 没错 嫦娥仙子 嫦娥仙子你知不知道 传说癞蛤蟆是嫦娥的化身 好了 别说了 吃下江新月 我想问问 我吃了以后会怎么样 你吃下去会变成大了 蛤蟆 我不吃 不赢的你不吃 怎么 不张嘴 我让你下巴脱脚 看你张不张嘴 明珠 明珠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你少在那边假惺惺 你咋就知道送往来没死 对不对 你追过狗狗 好姐姐 什么样的理由 让你这么大唱苦肉计 你在莫菲命前 也能那么逼致 那么悲愤 也让莫菲受尽刺激 而必发 你为的是什么 没错 好 我是为了 要取得你们的信任 好让我能留在漂流山中 找到陆天红犯案的证据 这么看来 你已经找到了 所以 你要回狗窝了 江星人 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以为我是天底下最心狠是望 无情无疑的蛇蝎女子 我欺骗你的友谊 我玩弄柳白鹰的感情 想不到 到最后我却被你玩得最惨 我还是真心的关心你 心疼你 我对你唯一的隐瞒 只是假装不知道宋望来没死而已 我一直都在骗你 对你说了一大堆的话 也没看你少一根寒吗 可是你只有一句唯一的隐瞒 就让我功愧一愧 让我失去了莫菲的谅解 让我饱受击下的招供认罪 最后还让我 还让你怎么了 还让你怎么了 江星人 今天我们就决一死战了 明珠 我不要跟你拼命 那你就死定了 明珠 江星月 你明明胜券在悟 为什么非要被我骗到死为止 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被骗 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总是说 自己是天底下最狠毒 最无情无义的女子 足见你懂得分辨是非善恶 好坏趋直 其实你心里面 一直渴望着光明向善 只是一些不为人知的苦衷 害你身不由己 才会做出这些事情 你胡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自内心 我想做的事 谁也没有办法勉强我 你的坏女人演得一点也不像 否则刚才 你也不会只出三分力啊 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看 你好女人的样子 又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不忍心伤害心上人 总是楚楚可怜 受尽委屈的段明珠 才是真正的我 我知道 你一定是遭遇了什么 什么可怕的经历 才会让你变成扎牙无爪的 欺骗别人 来保护自己 久而久之 你连自己也骗了 明珠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出头 我会继续保护你 天哪 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冰 这么冷啊 你赢了 我连命都要输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我要你活下去 我想要救你 我不会感激你 你已经赢了这场仗 你还想成就你完美人格的虚荣心 我才不会被你逃禁 你走 你走快 不 不 你抱着我 我们就会一起斗死 我们一起去找梅芳 走 走 走 你放开我 我们会一起斗死的 就算一起斗死 我也要救你 秦月姐 你放开我 走 莫非由贵庄囚禁数使 至今未问出翠西红的下落 也没有问出他的同党主谋是谁 唐某不免怀疑庄主办事不利 那么唐大公子一下 当如何是好 唐某有意将莫非带回唐门审问 这恐怕不妥吧 有何不妥 想他莫非乃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官职不小 纵然于涉案乃戴罪之身 但在尚未定罪之前 如果交由你唐门思寻审问 恐有藐视朝廷枉法之嫌 那么 漂柳山庄强行扣押安莫非 岂不是也成了私刑审问吗 漂柳山庄与陆国舅在此可作才夺 陆国舅思为朝廷命官 其职守不在司法查案 最公正的合法处理 应该将莫非交给地方官审理 或带朝廷派人处置 可是莫非武功高强 我只怕一般官府关不住他吧 由我唐门押送看守 在哪儿都关得住 在哪儿都关得住 莫大哥 你问我 我问学生什么事 你问我 大姐 哪儿我店 你问自己还是问我 我把你问我 好男子 我问我 我问你 你问我 你问我 我问我 我问你 你看 才进了几天 就病苦难治了 十年前不也是这样吗 我不肯去看大夫 是你把我伤了吗 十年后的今天 你要不要把我伤求成 我不要 为什么你这么地恨我 外面只有马车 没有秋车 我知道你一向爱干净 出门总要舒起打扮一番 我不敢来看你 是因为我怎么也想不通 你这么一个爱干净的人 怎么可能是双手沾 ella 真的信 trabajando 血腥的淫贼俱盗 我知道 你心里保持折磨 矛盾不开 黄大哥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 这中间有很多贵异莫名 晦涩难懂的东西 但我实在没有那么高的智慧 去猜头 去想到的 你不要想这么多了 送我出去之后 就别自顾 就当我又去流浪 好 你准备 小刑断刘主 拜访 黄大哥 让我们新品请回报表 大家快喊唐闻闭嘟袋 我就知道唯有此净 才能够发现 这不准备 你死不死 你快走 你懂不懂先生嗎?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們什麼時候中了毒 在這邊服下了唐門地毒丹之後 一盞茶的功夫 地毒丹 怎麼可以中毒呢? 其實是這樣 剛才的藥煙 也只能克制唐門地毒丹而已 聞了之後嗆一陣子也沒事了 可惜 人偏偏要將地毒丹含在嘴裡 不動毒也不行 我們在穴道裡 我們在穴道裡 他們好像是有可能 你死吧 我們在這些殺你 他死了 你死了 我殺死你 他死了 你死了 我殺死你 你死了 我殺死你 卑鄙 卑鄙 你應該說我冷酷 莫非 你力氣不夠 準頭也沒了 這下沒有命中要害 你還是死定了 再來 我演的這個叫劉海系金蟬 就怕你不是劉海被金蟬玩死 我 你沒死我哪能死 總有一天 我可讓你們兩個一塊死 你君蟬哥哥此日就耗著你陪你玩 好 老公 葛沃就在附近 我們一塊兒上美鳳求醫去吧 這點毒 我的內力可以比出來 莫非 謝謝你 該謝的是我 要不是你臨時解了我的血調 這會兒我已經死了 你們走吧 你不是我進官府嗎 我的江湖經驗告訴我 你絕不是許服務 我的知識告訴我 你在院長 你趕快去救醫吧 告辭 告辭 就剩咱們兩個人了 叫聲好聽的吧 我疼你 我讓你靠 讓你靠 都回來了 江姑娘 你带着段姑娘到哪儿去啊 你帮我交给她 然后你快走 就是她有寒毒 控制着你 对不对 姐姐 江姑娘跟你姐姐妹妹叫得亲热 你说就是她的人 现在你生死关头 她会袖手不管吗 不错 快把解药交给我 你拿什么代价来换你 江星渊 管你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不灵情 你给我滚 我不要活在你的人情下 抬不起头 我不要活着比你矮一紧 你滚 你滚 我这么做 也就是为了要还你的人情 你没有欠我任何人情 那杯 瞎杀人家 没有毒搜我 就是人情 段明珠 你也太有济世了 你对她下毒的事她都知道了 你自己还魂然不绝 陆听红 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吃下去 吃下去 幸悦姐 你不能吃 吧 咱们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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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救护她 你不得了 我必得了 Zither Harp 爱情逼迫 爱情逼迫 如今已枯萎 多少柔情 多少味 泪一流干心一碎 长夜漫漫往事不变 无尽独自沉醉